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科技资讯 1月15日 德国境内八座机场安检人员大罢工 罢工引发德国机场大混乱 受此影响取上千架次航班被迫取消 13.5万名乘客出行被搁浅 罢工从15日凌晨2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 八大机场全部罢工 这自然是有组织有目的的一起活动 据悉 他们是为了庆祝新年到来 好把世界各国的人民留下来过节呢 嗨嗨 当然不会这么疲 事实是德国各地机场的所有安检人员都不满目前的薪酬 于是 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就组织起这么一起大罢工 以此要求给他们加薪 从现在的每小时 17欧元掉升到20欧元 小编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17欧元约等于130元人民币 20欧元约等于154元 他们131小时的工资还不满意 天阿鲁 小编辛辛苦苦麻自一天 头发掉光才他们一小时 惨啊 惨无人道 好吧 人最好还是不要比较 德国经济在世界上半就首屈一指 看来 这也是苹果为何在德国一收到禁令就乖乖下架的原因之一 德国人有钱不说 他们八大机场说罢工就罢工 执行力强得恐怖 库克自然不敢造次 不过近来 苹果在德国的诉讼有了新的转机 周二 德国一家法院驳回了高通公司 对苹果提起的专利诉讼 这让苹果扳回了一局 但高通并不服 表示要继续提起上诉 看来高通是不打垮苹果是不罢休啊 也不知道昔日恩赖的这对伴侣 怎么就这么求生似海了 而且 苹果已经疲于应对高通的穷追猛党了 但是这次苹果又被法院判罚赔偿一家家小公司 三十亿元人民币 这家公司就是智慧财产权许可公司 其实这也是苹果自己做 在与这家公司2012年的官司中 苹果败诉被判罚3.02亿美元 但是苹果怎么会服 继而选择上诉 于是 又在本周二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 VIRNATX胜诉 苹果另外再赔偿1.38亿美元 前后共赔偿约30亿人民币 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 谢谢收看